你无论你在哪里 你住在哪一处处 你去寻 你要记得 一种什么样的烦恼 你首先要把这个心静下来 把这个心静下来 只要心静下来 你才能够找出好的办法 这个办法能够解决你眼前的生活 种种的烦恼 如果今天你心乱鲁莽 心乱鲁莽 不但找到好的办法 你不能解决你眼前生活的问题 而且你越搞越乱 那个心静下来很重要 我们现在为什么呢 很多事情 一段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解决不了 越搞越乱 心乱嘛 你心乱了你怎么能够找到好的办法呢 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时候真的你想一想 我们来思维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 体积 很多事情啊 有说真的 佛所讲的静这个是非常的深度 所以古人 所以古人所讲的 人贵人显 人显贵花落 夜静春山空 什么意思呢 就叫你放松嘛 你心静了 整个山都是你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知道 用心不一样而已 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将来我们念佛 念佛用什么心 用你那个真正的心去念佛 什么叫真正的心念佛 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心只有阿弥陀佛 就算有杂念 这些杂念 也不会来障碍你的 因为你心放在这些阿弥陀佛上 所以我们看下面 今天我们学佛的人 念佛的人 将来我们要成佛 就是说 你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一定要用这个心 你必须要用这个心 你离开这个原则 你是没办法的 用你的真心 真心去对待别人 真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个才是真正的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西念 我们看下面 中风产师在三十西念后面 常常讲了一句话 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 中风果实所讲的什么呢 离此心外之处 别有商量处也无 你看 这个中风果实在三十西念 常常用这一句话 来表法我们的心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学的 无论在学什么样的法门 学离中也好 密中也罢 净土中也罢 最重要的最重点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围绕这个心 你看 那个中风果实讲的非常好 都是围绕这个 以这个心为中心 所谓的一切法为心 为什么造 如何用心才能够成佛 这个是一个关键 你今天能不能往生西方 其中的世界 关键在你用什么心来念佛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的毛病通通吃出来了 关键在你自己 在用功上 你能不能 把这个道理用在你的修学当中 你能够把这个道理用在你的修行当中 我相信每个人万修万人去的 如果今天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妄心 用我们自己的虚为的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只是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办法 这个不是给大家泼冷水 不是 来提醒我们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观五量寿佛经 我们看下面 你看哦 佛在观五量寿佛经 我相信大家如果去读五量寿经 五量寿经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的重要 佛告诉我们 明确的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诸佛如来正片之海 都是重新向神的 识故如等心向佛时 四心即使三十二讲八十重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释迦牟尼佛又在观五量寿佛经 把这个重点 整个五量寿经 观五量寿佛经的核心讲出来了 是什么呢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你看 释迦牟尼佛真的太了不起了 把这个成佛的秘诀通通来告诉我们 教你怎么成佛 用什么方法呢 我看下面 这两句很重要的 用念佛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念佛成佛的理论根据 为什么念佛能成佛呢 你从这两句话 你就明白了 你从观五量寿佛经这两句话 你去深入 你去思维 你就明白了 都是因为因 我们念佛 自然而然 你就会解出佛果 所谓的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真的 你从这个地方 你好好去深入 你去了解 所以观五量寿佛经所讲的因果 不是我们所讲的一般的因果 众善因得善果 众恶因得恶果 不是 都是在讲这种事情 如果换一个说法 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心想事成 想什么成什么 这个地方佛啊真的太了不起了 你天天想阿弥陀佛 难道不成佛吗 你今天天天想在外面 哎呀 我明天要买什么包包 我明天要吃什么 我明天要怎么样 我明天要如何如何 想来想去 哎呀 都是妖魔鬼怪的 你想一想 你怎么能够成佛呢 对不对 所以你想阿弥陀佛 你天天想阿弥陀佛 只要有时间 你想阿弥陀佛 难道不成佛吗 你想阿弥陀佛 你等于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吗 你这些普世乱想 想东想西 想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灭佛越来越远 造的越来越多 很多人就是这样 五十万想 所以你看这一句话 如果对于那些 没有真正了解佛法的人 他们会怎么想呢 师父啊 这一句话如果对于一个我们不是真正学佛的人 有时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严重的误会 比如 我想钱 你师父也不是讲吗 想佛就有佛 想成佛就成佛 心想事成 我今天想要想钱 为什么没钱 我想发财 发财不了 我想做总统 总统就做不了 我想要买一辆好的车 又买不了车 我想要买一个很好的房子 房子又没有 哎呀师父 你讲的话可能有问题 很多人哦 听到师父讲这句话 开始胡思乱想了 先想事成嘛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啊 有这样的毛病啊 你看那个过去我们师父上的不是讲经当中 讲一个公案 他说在台北有一个法师 因为家里没有冰箱 天天想冰箱 想冰箱 想了好久 冰箱又没来 哦 那个冰箱 想了好久哦 冰箱又没来 问世家 问那个我们师父上人 师父 你昨天讲的时候 你前一段时间有讲这个 为什么 我想好久 冰箱又没有 哦 这个你要不要用错地方 哦 你今天 比如说 你想钱 我们要搞清楚啊 想钱 是什么心啊 是贪心 你今天今天想钱 哦 我要建刀场啊 哎呀 我要 我要 我要买这个地方啊 我要怎么样 如何 你没钱啊 今天想钱 这个是贪心 这个是欲望 而且将来 会变成什么 变成恶鬼那一道 的众生 这个也是心想事成啊 真的耶 你想一想 天天想钱 到最后啊 想到哪里去 到恶鬼道去了 起了贪心嘛 起了欲望嘛 哦 这个就是一种比喻啊 比喻什么呢 我们那个心 要用对的地方 如果用不对的地方 结果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我为什么要念佛 我为什么喜欢念佛 就是因为我要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啊 为什么要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啊 因为阿弥陀佛的心永远永远保持什么 保持平衡啊 保持什么 保持那个觉悟 保持那个清净心 保持那个恭敬的心 保持那种慈悲的心 我们今天念佛 就是要学这一个嘛 因为我们的心都是辅事混乡的 我们的心都是妄性 我们的心都是贪心 我们的心都是迷惑顶倒的心 所以今天我念阿弥陀佛的目标 就是要把你这个心跟阿弥陀佛相应 你才能够成佛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果实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中风果实啊 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三十七年教我们什么呢 你的心要想佛 你必须要想阿弥陀佛 你不要天天想想你的老公 阿弥陀佛天天想我的老公 天天想他 不相应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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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是哦这个有人写佛的人念佛的人好像 哎呀啊 啊 就是说无情啊 不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 这一生要想要离苦的了 想要了生死的嘛 想要成佛的嘛 所以你心要想佛 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叫我们你要天天想阿弥陀佛 就如同我们做父母天天想 想我们的耳里 你用这种的精神来念佛呢 把这个耳里的念佛转过来 天天想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人不成佛的道理 真的 哦你把这个耳里啊 孙子啊 当作阿弥陀佛来想 哎不得了了 那为什么中风果实要我们想阿弥陀佛呢 我们看下来 因为阿弥陀佛是代表觉悟的嘛 阿弥陀佛是清净的 阿弥陀佛是慈悲心的 阿弥陀佛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就是恭敬的心 所以心圆佛境界 我们看下面 什么叫做心圆佛境界 就是说当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当你的心跟死方一切诸佛路来相应了 没有一个不成佛的 没有一个不往上的道理啊 因此我们今天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教我们直接了当了 用这个方法来成就我们的道理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来成佛 为什么呢 用这个方法呢 因为这个方法成佛相比跟其他的法门 真的太简单了 很容易 而且容易掌握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容易掌握呢 只要你把你那个心放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上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关无量说佛经 人人皆能成就 中宫果实也是这样讲 人人皆能成佛的 你看中宫果实把这个最清华全部为我们讲出来了 如果今天你念佛还不能成就 那不能怪阿弥陀佛 不能怪祖师大德 也不能怪中宫果实 怪你自己没有听话 不老实 不正干 所以念佛不能得力 不能怪祖师大德 怪是在自己的用心不一样 所以偶一大师 我们看下面 偶一大师大家都知道 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给我们指出了一桩事情 偶一大师说 释迦牟尼佛在世修行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这个说佛世界成佛 是用什么方法呢 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就是用这个念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 大家念佛都可以放心了 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都是因为念佛成佛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放心 不要怀疑 因为释迦牟尼佛世界成佛 来给我们证明 来给我们看 他们成佛是用什么方法 念佛成佛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佛在菩提树下 释迦成为成佛 都是用念佛这个方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由此可是念佛成佛 这个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释迦牟尼佛都已经事先给我们看了 不简简释迦牟尼佛 连十方一些诸佛如来 也为我们讲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你看 在弥陀经里面六方佛 也是指四方佛 没有一尊佛都不称赞阿弥陀佛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一下 这个很重要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念佛 能够以阿弥陀佛相运 能够用这个心 当你用这个心念到 专到一定的程度 专就是定 这指定的意思 不要说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就是平常的人 当你的心 专到一定的程度 就是你心里已经定下来了 念到这种定了 定功了 很多境界都会出现 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看有一些人很多 喜欢静坐 喜欢打坐 当他心入定的时候 你想一想 什么样的经济能够出来 都是他的智慧 他那个智慧 一开闲出来了 不可思议的动作 所以你看那个 释迦牟尼佛 走到哪里 行入坐卧 那个心都是在定的 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一样东西 能够绑倒他的 因为他身上都是智慧 身上上上下下都是智慧 你说哪一件事能够绑倒他的 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遇到事情 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时候 进不去考验 为什么 没有智慧 为什么没有智慧 心浮气躁 所以你要锻炼 在这个生活里面 讲话 在生活里面 日常生活里面 齐心动念 你要锻炼 锻炼什么 你那个心要静下来 要学习这种的功夫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保持那个心 能够静 今天你念佛不得了 真的 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在你的眼里 他不会来绊倒你的 而且所看到的事情 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那个佛陀的弟子 周利潘特 那个笨 这个笨很笨 笨到什么程度 没办法用语言的形容 你看 释迦牧尼佛 释迦牧尼佛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 释迦牧尼佛真的太了不起啊 人家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人家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他能够帮他解决问题 很简单 很简单 用一个掃帮 烧除五成果 烧除五成果 每天都是这样的 在念这个四句 没有讲到 念到最后 证果了 我们天天烧地 在掃地 不在掃什么 也没有正果 也没有 心 也没有清静 也没有 越少 烦恼越多 真的 你看 师父有时候在掃地的时候 也真的在想 哎呀 为什么这么脏 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很脏 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 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脏 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多烦恼 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多的毛病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只是眼睛常常往外面的去看 从来没有去从你的内心的世界 去思维 去观察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 所以无论佛号念得多好 只是种在外表而已 你从来没有从在 主在你的内心的那个世界 你那个世界其实很美好 从你这个世界一发出来的 你所看到的 都是非常的完美 你的内心如果不完美 无论你怎么用功 怎么努力 你所看到的都是烦恼的 所以中文果实叫我们怎么样 从你的内心开始 所以古人常常有这样讲一句话 讲什么呢 精神所致 精神未开 就讲这个道理 当你心 专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 来阻拦你的 来障碍你的 就像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当你那个念佛 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很多境界会出现 你的清静心 所以你看那个海贤老儿上 海贤老儿上 对于西方体的世界常常会看得到 为什么 心静 他常常看到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都是阿弥陀佛 那个心很重要的 所以过去有一个故事 我们看一下 过去有一个故事 都是发生在唐朝 在唐朝有一位画家 这个画家很有名 名叫寒干 他一生专门画什么 都是画马的 所以画得很了不起 画得非常好 那寒干呢 有一天呢 他想要画马 因为要画马 所以他天天 也想马 天天看马 怎么样来画 要怎么样把这个马画得好 画得精彩 所以天天去看马 天天去想马 都是每天去想马 想到因此有一天晚上 他做了梦 他做了梦 整个脑海里 脑海里都是什么 都是马呀 真的你看 今天想马嘛 想马 看马 想马 看马 你看 没想到 连做梦 都是马 所以有一天 结果有一天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 躺在床上 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一只马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太太 进房间的时候 把他的太太吓坏了 为什么现在会 行干人不见了 只看到一只马 看到行干 火生生的在床上 变成了一只马 一匹马 一扬乡 当他太太看到这样的情形 吓了一跳 而且大声的喊 一下子把这个含干了 含醒了 含干醒了之后 就问他太太 你为什么大声的喊呢 你为什么呢 后来他的太太 就告诉这个含干 他所看到的这样的事情 在他的眼里 你整个人不见了 变成一匹马 这样 谁不吓人 很吓人的 后来喊喊才知道 原来当你的心 钻到一处的时候 我跟佛所讲的经上都是一样的 今天如果好看 来画阿弥陀佛 天天想阿弥陀佛 欣欣天天来看这个阿弥陀佛像 你说 他会不会成佛 当然会成佛啊 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 从这个含干里面 我们都知道了 真的耶 如果今天喊喊喊 用这种精神来念阿弥陀佛 用这种精神来画阿弥陀佛像 我相信 他早就往生西方前的世界去了 真的耶 所以今天你看 你看看那个佛像 在家里供那个佛像 你天天看他 天天想他 你不会成佛吗 不可能 可能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先生突然间 哎呦 哎呦 某某人 你整个像不一样 那个头佛像 那个真的了不起 那个真的太了不起了 你天天想嘛 这变成一匹马 你今天想阿弥陀佛 你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念力很重要耶 哦 所以啊 我们看下面 我们现在这一念 中风告诉我们 当你念佛的时候 你这一念就是佛心 当你在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真心正念这句阿弥陀佛 用你的恭敬的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虔诚的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的心就是佛心 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所以因此中风果生 在后面有讲到什么呢 看 什么呢 清诸头以着水 着水不得不清 念佛头以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这个中风果是把整个念佛的境界 统统为我们讲出来 讲得非常的精彩了 从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你就如果连这个道理 你就没办法把握 去悟出这个道理 你想要念佛 成佛 那就很难 关键在你的心 你用心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般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看下面 我们一般念佛的人 也常常听到经上有这样的开续 我们常常都会听到 哪一句呢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当我们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相应的时候 你当下这一念 你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是真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但是很可惜 我们跟阿弥陀佛相应的时候 太少了 你有没有去发觉啊 你24小时跟阿弥陀佛相应的 太少了 不相应的呢 太多了 是不是这样 你一天跟阿弥陀佛能够相应的 很多吗 很少啊 你从这个地方里来看 一目了然啊 真的耶 一目了然 你想一想 你一生24小时 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多 还是跟你的习气多 你一天 24小时里面 你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还是跟你的忘心一样 一目了然 所以 我们的心就是这样 永远永远 没办法保持像阿弥陀佛那样 平衡 缺悟 所以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有时候坏 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进步 有时候退步 有时候精进念佛 有时候 有懈怠了 就是这样 生生生生生 波我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 要去 念佛不在于外面 念佛都是在我们自己 所以这个是比喻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最后 比一样我们不相应的时候 就像什么 像那种和人家喝酒醉的时候 你看那个喝酒醉的人 前面不是一种比一吗 不省人事的 你跟他讲 无论你怎么样的沟通 你沟通不来 就迷了吗 当你完全跟佛相应的时候 你就是那种喝酒醉 请醒过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以阿弥陀佛 以成佛 以阿弥陀佛 是有什么不同呢 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最大的差别就是 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如来 主师大德他们 心永远都是这样的 都是清醒的 都是觉悟的 都是清静的 而我们呢 偶尔才会这样的 是不是 偶尔一下 偶尔才这样的 阿弥陀佛的心境 永远永远都是觉悟的 状态 而我们呢 只是偶尔才觉悟而已 当你念佛 我觉悟了 时间很苦 当你没有念佛 你又被外面境界而手比过了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 是不是 我们 你自己想一想 当你念佛的时候 心里面很清净 当你念佛的时候 觉悟了 不念佛的时候 又迷惑了 又在造业了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 是不是 所以今天呢 就是叫你要 怎么呢 中文果实叫你要好好念佛 八字一句名号 落实在生活 跟生活融合而已 你就能够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种心 永远永远保持那种状态 那你念佛啊 一定往生西方界的世界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觉悟 关键在你的心 所用的心 你要放在在哪个地方 如果你常常把这个觉悟的心 算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下面最后的 我们现在念佛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念佛嘛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把这个无量 把这个心尽量让这一念的觉悟 能够严惩下去 我们今天念佛就是这样的 就是把你这个正念 把你这个觉悟的状态 能够严惩下去 尽可能远惩 远惩到什么时候呢 到你有一天完全相应了 那就是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目的 理论根据我们一定要清楚 所以你要把这个阿弥陀佛 这种的精神 你要严惩下去 严惩到什么时候 刚才讲了 到你完全觉悟了 完全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你才能够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中风过世告诉我们 佛佛为心 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违心都是教你一切违心造 你要把你的心放在这个名号上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这个叫做佛佛为心 下面我们来看 开始叫做猜窜平盘 信从今出 什么意思呢 下个星期再给大家说明 今天时间讲到这个地方 今天做一个简单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什么叫做佛佛为心 中风过世讲得很清楚了 那我们就明白了 从今天开始 你念佛要用什么心去念佛 大家一定要清楚 要你的真心去念佛 恭敬的心 虔诚的心 用你的普敌的心 用你孝敬的心 我今天念佛 没有为了谁 要为了我将来成佛 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去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 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了 用这种的精神 你去念佛 你的菩提心 慢慢就会开现出来 菩提心一开现出来 你的智慧就实现了 你的智慧一开现了 没有一样东西 能够来扳到你的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精神的用意 我们一定要清楚 最后 给大家做一个鼓励 以前我常常听我们的一些老人 讲了一句话 他说人生自古无遗憾 大家有没有听过 人生自古无遗憾 什么意思呢 我们呢 生在这个时代很多人 常常有一些遗憾 或者我们会相信 有些人家离开这个世界 带了很多一些遗憾 离开这个世界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提醒你们 亲生世间牟尼佛 这么难得为这个建筑法门 介绍给我们 能够帮助我们以够得乐 你要好好珍惜 你不好好念佛 进来不往生西方体的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这个人生是苦的 无论你怎么追求 无论你怎么样 记得到 都是无常的 生不带来 使不带去 没必要过自作 好好念佛 就是了 真的 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像师父以前 师父常常以前 看那个蚂蚁 以前他们学佛 他们出家 常常看那些蚂蚁 跑来跑去 不知道跑什么 笑这些蚂蚁 现在你看我们这个人生 释迦牟尼佛 死方一切诸佛如人 看我们人 看我们人也是蛮可怜的 我们人忙来忙去 仇来仇去 到最后 还没有一样东西 能够带带走 以前还没愁 还没结婚 结了婚 又在起烦恼 结了婚 又想孩子 有孩子 又烦恼 到最后 不在愁什么 所以啊 这个道理 事实真相 我们一定要知道 要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世界上 啥都是假的 无论你干啥事 什么样的事情 都带不住的